- 洗澡 自古以來一直是個神秘的儀式 究竟人類在洗澡時都在做什麼 有什麼不能公開的秘密 我們今天就要來揭開這神秘的滅上 一位人類女性出現後 第一步驟是上廁所 她洗澡前會先上廁所 順便刷30分鐘手機 上完廁所是卸妝 他們會用卸妝水洗去一天的迴妝 且自身的不安全感 上完廁所卸完妝之後是沖水 過了大約40分鐘 終於正式進入洗澡階段 她打開臉膨頭把身體沖濕 熱水將會持續開著遲照結束 上完廁所卸完妝沖完水後是洗頭髮 在空氣中充滿水蒸汽的同時 她會在自己都搞不清楚的洗髮精海中 挑出一瓶符合她當下心情的洗髮精 上完廁所卸完妝沖完水洗完頭髮之後是護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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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完廁所卸完妝沖完水洗完頭髮 洗完頭髮不完髮擦完沐浴乳之後是除毛 別於一般的動物 過度的毛髮是不被接受的社交禮儀 在熱水持續浪費的同時 她會開始進行除毛的動作 唉… 上完廁所卸完妝沖完水洗完頭髮不完髮 擦完沐浴乳除毛毛之後是去膠質 為了更進一步讓肌膚滑順 她會把皮膚上自然形成的角質進行人工拋光 上完廁所卸完妝沖完水洗完頭髮不完髮擦完沐浴乳除完毛 去完角質之後是敷臉 最後把充滿清華液的塑膠面具戴在臉上 據說有煩惱環童的效果 夏天的夜晚丟下狼急的廁所還有堵塞的排水孔 獨居的女性裸體奔回超穴消失在黑夜裡 我去洗澡 我洗好了 呃 嗨我是蕭膏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記得訂閱喔 呃 我喜歡的影片 傅似了 會緊張 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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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